南無阿米佗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请放掌 书翻到五十九页 继续讲安心 别安心至三 回向发愿心 三心前面 至成心 身心 现在说回向发愿心 大分三科 首先就是解释回向发愿心的名义 然后是变差别 回向发愿心 这有种种差别的说法 最后结要 要点总结一下 第一段 就是世民意 以过去今生 自作 还有随喜 等一切善根 细节真实 深信心中 回向 愿生彼国 这就叫做回向发愿心 所以回向的内容 就是自作的 还有随喜他善根的 过去式的 今生的 范围很广泛 发愿的目标 是愿生 阿弥陀佛 净土 那回愿的时候 心中是 不是疑惑心的 是真实 深信心中 来回愿 所以这几个层面 来说明 回向发愿心 那关于回向呢 要一个解释 下面这一段 解释回向 这个字的 这两个字的含义 回者回转 向呢 是去向 本来 修诸善根功德 一 皆有感果功能 比如修五戒啊 就感人天 感人 得人生的果报 那是善呢 是升天的果报 就任何你修义法 有他感果的功能 比如我修禅定啊 你也有 自己禅定的 这个果报 那现在呢 不求这些果报 这些功能啊 那么我们心中作义 现在全部回转 趋向 求生极乐 这个就称作回向 如果没有回向的话 那么这种功能就按照他 按照他本身的自然的功能 怎么找 怎么去感果 那现在这个叫回向 回转 回转 趋向于极乐 那下面是变 差别 首先讲回向和发愿的差别 一般来讲 夹带善根求愿往生 这个叫做夹善 趋求 他趋求往生进土 那么他有 有所善根回向的 把这个善根夹带在一起 就好像我到你家去看你 我带来礼品 然后有人直接就奔去了 加善 去求 称为回向心 因为他回向要有所回向 能回向的心 是为了愿生极乐 净土 他要有所回向的 这个善根功德 那这样叫夹善 去求 这个称为回向心 直愿往生至 直而去求 他也没有 什么加善不加善 我直接的心中 就愿意去往生了 这个叫直而去求 这个就成为发愿心 如果要分别的话 发愿心是直而去求 回向心是加善去求 那五念门当中 就把这开为两门 作愿门和回向门 那观经这里边 就合为一心 就是开合的不同 所以称为回向发愿心 这是变回向和发愿的差别 这种差别是少少了 不过也可以开合了 那下面就说 自作善根回向 还有随喜善根回向 自作随喜的差别 但专修念佛行者 并非于念佛之外 别修杂行 以回向 乃是回向 专修念佛以前 所作善根 首先说明自作善根回向 先遮非 就做一个专修念佛的人 因为三心 就是念佛心 那么我们这个法门 上道大师 根据 净土三经所确立的刑法 就专修念佛 那么专修念佛的人 他怎么回向呢 如果是说我念佛之外 再修杂行来回向 这就不成为专修念佛了 所以首先遮非 不是说 在念佛之外 特别再修一些功德 来回向 那如果那样的想法呢 就是心 也就不专 也就不是制成心 也就不是身心 那就成为杂行了 那也在显示 正确的专修念佛的 回向的内容 是指呢 回向专修念佛之前 所作善根 因为人 不是生下来 就会专修念佛的 一开始或许有这个杂行杂修啊 或者以前 哪怕没有杂行杂修 也行过很多善法啦 行慈善事业啦 教养父母啦 或者随起别人善根功德啊 今天听到念佛了 好啊 那过去善根 通通回转 去向求生极乐 这就是回向以前的 所作善根 那么什么道理呢 那专修念佛之后 不行善了吗 还行善 那行善不回向了吗 不回向了 那不回向不浪费了吗 可我行善 可我回向不还好一点 不是那个意思 他这个底下就讲道理 是所以 解释为什么 专修念佛的回向 是限制在 专修念佛之前 那专修念佛之后 注重善根 不特别回向 在哪里呢 因为既然专修念佛 点滴诸善 皆纳如念佛一体 念佛之外 不见于善之相故 这什么意思呢 这需要比喻来说明 这几句话 是两句话 很简单 简短 就是说 你专修念佛之后 什么叫点滴诸善 和念佛成为一体 就这个念佛啊 它是一切善根的 总根本 它是总善 所有过去今生 世间出世善 阿罗汉善 菩萨善 它不可能离开 因为讲到佛 是彻底圆满了 不管善行 福德功德 断烦恼 从负面讲 断烦恼 从正面讲 这个正悟菩提 一切善行 全部圆满 所以所有的善呢 它不能离开佛之外 这是一个总根 那我们既然念佛了呢 所有的善都归入念佛 打个比喻呢 什么叫一体 这样一个树一样 这个树 有树根 根干 那么你得到了根干了 所有的枝叶花果 它自然随着这个根干走 它自然从根干生长出来 我们不可以再说 哎呀 我这个树得到根本了 但是这个叶子我还没得着 所以我另外呢 要搞一片叶子来回向 那等于是自己拿胶水沾上去 不是那样 它是一体性的 那这样呢 才能够 像孔子讲的 五之道 一一贯之 你一定有个一的东西 这个一得到了 其他全部都得到了 你从语言表达 你从心理需求 你从这个逻辑关系来讲 你就不能说我专求念佛之外 另外回向 善根来求往生 这个讲不通的 也就说明你本身在这个方面呢 如果这样讲的话 那就是 从语言 从这个心态 它都是一所矛盾 什么叫不见于善之下呢 这就是说 就像阳光之下 就是专修念佛的人 在他心中 不是说不行善法 他不会离开念佛之外 认为还有别的善 一个是练佛本身就没有外 练佛的功德 尽虚空变法界 你怎么可能练佛之外还有呢 就所有的一些善 都在练佛之内 就像这个国土一样 这个国土呢 像国王 把这个位子 老国王 比如这个 整个 这个王位 交给太子 那太子就是国王 他就秉承了 这个国王的所有家产 所有的国土 城池 人民 这都在之内 他不会说 我父亲 给了国 这个王位给我了 但是这个 王公还没给我啊 或者说 哪里土地还 哪里还有一棵树啊 还有一棵草啊 这些 只要这个国家之内的 通通都是 那么你说还有什么 不包含在内的 这六字名号里边 通通附属 那么所有一切功德呢 都在这当中 所以我们不会 在名号之外 另外见有 这个余善余行之下 那无量寿经里边呢 就有一个避雨 就说 一般的人都会这样避雨 就是说太阳底下 不会见到 蜡烛的光明 阳光之下 一切的光的来源 都来自于太阳 而且太阳光 非常明耀显赫 一切光明 都给你遮盖住了 所以一切杂行杂善呢 这些事件的善法 它本身来讲 是因为有 佛法的功德 佛性的功德 它才成为 才有这个善的趋向 这是因为善 真正的善 趋向真理 那真理 就是佛性 就是佛 所以它这个善 只是呢 因为不了解真理 这个善成为杂毒之善 但是从善的本身来讲 它是从哪里出生的 从这个顺着理 顺着真理之性 而出生的 不然哪有善的 所以我们既然讲念佛 念佛是 正物真理彻底圆满的境界 所以也不可能在念佛之外 就是佛本身啊 是这样的境界 那我们念佛 就完全 是相应于 佛的功德 那不可能在念佛之外呢 别见 万行万善之相 那《无量寿经》 有那么一段 也经常会引用的 就是说 必如别结髓 弥漫世界 其中万物 汪洋浩瀚 其中万物 沉默不屑 唯见大水 像大水啊 这个 结 就结末 结要近的时候 就有风灾 水灾 火灾 这是讲水灾 这个时候 这个大水啊 那个时候 不像现在发大水 所以你还去抗衡救灾 那个结水来了 你无法抗的 那不可能救灾的 比如大水 弥漫世界 整个世界 这个盖住了 什么喜马拉雅山 头头淹掉了 其中万物沉默不屑 大山小山 这个什么 房子更不能说了 全部都盖住 结水嘛 那么 这个天地不断下雨 一直下 一直下 全部都盖住了 地球的表面 现在是海洋 是占了70% 陆地占多少 到那个时候 全部地球 没有陆地了 都是海洋 那你 人可能就是 要像这个 坐在小船上 诺亚方 这个看 那一看随什么 随这个金刚 眉山 所有珠山 细界隐末 唯见大水 汪洋浩瀚 你没有 全部都大水了 他说呢 比佛光明 一复如是 阿弥陀佛的光 一升起来以后 其他人都看不见了 身份菩萨 一切光明 细界隐蔽 全部都遮住了 唯见佛光 明耀显赫 只能看见阿弥陀佛 所以念佛的人 他为什么 说起来就让你讲佛 其他的就 基本上很少谈 甚至好像不在话下 这样你是不是 看不起佛菩萨 看不起 这个其他菩萨呢 不是的 是因为在佛光当中 见到这一切菩萨的功德 那是不是我们损失掉了呢 不是的 是所有的阿罗汉 菩萨 凡夫 你的光明 都是提升到 跟佛一样的境界 因为佛光照在你身上 把你照得跟佛一样亮 是这样子的 好 下面说呢 除了自作善跟回向 还有随喜 他善 又回向 那么也是遮非 先遮止这个不正确的观念 所谓随喜他善 并非自己能做之善 故意怠慢不做 随喜当然 你做 有功德 功德让给你 你让他做完之后 我来随喜 洗碗 扫地 搬东西 你去干 干我坐旁边 袖手旁管 我来随喜 不是这样 也不是说 人事之才 故意爱令而不舍 本来有这个条件 能不失的 他跟千贪心 吝啬 他不愿意不失 然后他托辞 那你去 我回去 我随喜 不是这样 这就是错误的观念 只是呢 限于条件 不能自作善根实 或者自己条件不够啊 能力不足啊 环境因缘不允许啊 比如说 那一个老人 在那里推车 可是我呢 隔得很远 不能马上跑去 因为看见一个年轻人 马上就该推了 哎呀 这个年轻人 真的有善根 随喜他 这就是 你在马路这边 就过不去啊 或者说 哎呀 你腿脚不方便 你坐轮椅上 你不可能下来推他了 看别人帮忙 这不就是随喜吗 还有 就是这个地震 震灾了 我们自己条件很有限 也不能组织这个震灾队 去灾区 那人家去灾区震灾了 哎呀 随喜 所以这样就是随喜功德 现于条件 自己不能做 做这样的善根 见到他人 修种种善 从内心深处 深深欢喜 认同 事如己作 说哎呀 这个词做得真好 他干的太好了 就人家做 随着他那做法 感到很欢喜 好像自己做了一样 甚至比自己做了 还感到欢喜 你看个小孩念佛 哎呀 他这么小会念佛 你看 哎呀 我儿子要会念佛就好了 这也是这种随喜啊 啊 这个人正在 那个 干坏事呢 打砸抢 坏人 哎 突然他居然念佛了 哎呀 真是不简单 他居然能够念佛 这个随喜 赞叹 所以就修行啊 一个自作善根 一个劝他行善根 再给别人善根呢 我们随喜他善根 另外呢 他在做事的时候 行善的时候 赞叹他的善根 赞叹他的善根 这四种 这都有很大的利益 那接下来说呢 这个如果随喜他善 他的功用怎么样 见他善随喜啊 与自作善根 与自作善根没有差别 一样的 这不是你很赚吗 你没有钱 人家布施 这个 现在世界上 最大的 布施最多的 第一名是谁啊 一个功 你可以随喜啊 那随喜之后 就是 现在世界首富 叫什么名呢 世界首富啊 比尔盖茨 他搞这个基金嘛 拿出几百亿 做这个 他就布施几百亿 美金 做这个基金的 费用 然后呢 要是 他主要是做什么 艾滋病是吧 治啊 什么东西 反正他就是有很多慈善事业 那我们成光弹拿不出钱来 他这样做 你心里边说 有人就讲了 有人不是随喜 他头大了 脑筋毛病 钱给他 不是给我呢 就有这样的人 看看行善事业说 你干嘛钱给人家 那不是给我呢 给我一半也行啊 四百多亿美元 给我一半 给我零头也行啊 像这样 他就是没有随喜心 然后他对人家的善法 他说 一个 有几点 不好 就是凡夫就这样 第一个忌妒 忌妒心看 他行善啊 他不随喜 他忌妒 再就是妨碍 障碍他 种种 这个钱拿出去 你好像拿到他钱一样 没有拿出去之前 想方设法的 你不要拿出去 这就是障碍 然后他就拿出去了 怎么办 破坏 这样的人都有 这个就是善根啊 就死灭 自己内心里边 善也死掉了 那么人家这样做 你能随喜 那我们情况大吗 比尔盖茲拿了四百多亿美金 你如果完全随喜 你也等于拿了这么多钱 你也等于有这么多钱 在布施善根 这个功德多大 那么在 有些经论里边更说随喜的功德 还要超过对方做的人 还超过他 为什么 因为你在随喜的时候 你不仅是随喜他的善根 而你本身也破除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你这个心很纯 很善 一般的人 他可能 就刚才说 嫉妒心 随喜 破坏心 你通通没有 你是很纯善的一个心 在随喜对方 所以这个善根更加的真胜 那么随喜呢 也可以迅速积累 广大功德 这个人心啊 是很卑劣的 你比如说 阿弥陀佛这个救度 普救一切善恶凡夫 那有的人就不能够随喜 阿弥陀佛就善人 也就勉强了吧 你干嘛还救恶人呢 那这个心态 就是不随喜 没有慈悲 他觉得恶人应该下地狱 何况阿弥陀佛救度他 也不要你花钱 救度到极乐世界 可以成佛 何必到让他的地狱去受苦呢 对不对 就是他一个嗔恨心 他不愿意 他嫉妒心 阿弥陀佛怎么能救这样的人 他自己觉得自己是善人 因为这样的人 应该下地狱 让他去受苦 这最简单讲 没有随喜心 这个心态 非常卑劣不好 这样的人 你还说他 他还说自己是善人 你能善到哪里去 人家免费救他 就像我有钱 我自己免费救乞丐 你还不乐意 你能善到什么地方 你自己不能不掏钱 那阿弥陀佛有功德法财 他愿意救这一切 所以普济诸贫苦嘛 他没有功德法财 他才造罪造业 他才去绿造轮回 那么把这样的恶人 留在世界上 将来他今生是打杀别人 将来打杀就是你 救完之后 对你也有好处 你还不乐意 那如果我们随喜阿弥陀佛的功德 随喜诸菩萨的这个善根功德 那不是只是我们随喜的心 有多少相应 那我们就可以迅速 积累广大功德 所以我们为什么赞佛 赞佛记 赞叹佛 那么就随喜在当中 哎呀 佛这样的智慧 这种德 这种慈悲 那我们虽然做不到 但听到之后满心欢喜 哎呀 像自己做的一样 非常高兴 非常发喜 好 我们翻过来 下面说呢 变回向差别 就是往向回向和 还向回向 这个差别 那么回向呢 有往向与还向 在下章五念门里边 就会详细讲解 这里呢 简略说明 自身往生 所修善根回向 称为往向回向 这是为了自己 往生西方去的 那么回往往生净土之后 还来会土 教化有缘 这称为呢 还向回向 五念门的 这个回向里边 园林游戏地门 就是回头到缩破世界 再来教化众生 这要还向回向 那么接要 总接要点 总之 回向发愿心 是窃愿往生 所以窃子就体现真实决定 真实心 身心 窃愿往生 相续不退之心 正心发起相续的 不退的 他需求于 下往 什么叫相续啊 他这个目标向着极乐 需求往生 他是不间断 直接奔那个目标去的 相续心 那至成心 没有谈到相续 就说这个心是真还是假 这一点 那身心呢 也没讲到相续不相续 所以这个心是深还是浅 所以这个回向发愿心 他趋向这个目标 相续往前 前往进土 不过这个相续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至成的 他都是身心的 他不是虚假的 也不是浅的 所以这个至回向发愿心 它是包含了前面 至成心 那我们现在 接下来我们就看 对三心啊 这叫合式三心 把三心 合在一起来解释的 前面我们是别式 一条一条的分别解释 下面我们把它综合在一块 以上三心 经文 虽有一者 二者 三者之言 这一者至成心 二者身心 三者回向发愿心 那如果我们看这样的 经文的文句 很可能理解说 这是三种心 其实不是三种心 这并非各个独立 有三种不同的心 而是呢 归佛愿生之一心 是一个心 从不同侧面的表述 先也是遮飞 然后呢就显示 可能会错误的理解 遮止 不是讲这个 不是讲有三种心 好像有三颗心 一颗两个三颗 它是一个心 这一个心呢 有三个面 就像一个三角形 三角形不是说 它有三个形 是一个形 一个形呢 一个像这面 一个像那面 一个像这面 三条边 那么这一个心呢 它有三个侧面 来表述它 或者三个次地 或者三个明像 来说明的 那么三心 接下来呢 就说明三心的表述不同 我们讲不同侧面的表述嘛 这这底下就是了 这不同的表述呢 我们说了四个方面 一个约表述的次地 就是前后的关系 你一定说话 总有次地的了 第二说转名 第三呢 说它体相用 第四呢 说明它的 这个对质 先看次地 欲达成任何事 首先 心必须真实 那何况 为往生这件大事呢 所以你不管做什么事 你心是假的 总答不成 所以首先 心必须真实 当然做骗子 它是心是假的 不过做骗子 这个假的 它是正的 是做骗子 它还是正的 它真的来骗你 所以这个 从它的目标 它出来就是 我这次去 就是要我家伙骗住它 假的骗你 那不是骗罪做不成 干什么事啊 还是要有 首先 心必须真实 不能学假 所以呢 先就说 制成心 初心虽真实 你第一念初心 虽然真实的 但如果呢 为他人所破坏 动乱 那也不能达成目的 你半路上就变了 破坏了 动摇了不行 所以呢 其次就说 决定身心 不被破坏 动乱 此决定身心 那你向什么目标呢 为了什么目的呢 适合曲求 所以呢 次说 回向 发愿心 那这是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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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次第 那就清楚了 初心 说制成心 此制成心呢 不能动摇破坏 那就说身心 他的目标是 去向哪里 就说 这个 回向发愿心 也就是呢 最初一念 这将转明 舍己归佛 内外相应 这成为制成心 我们讲制成心 心相 和心性嘛 从本性来说呢 舍己归佛 然后 从心相来讲 里内外要是一致的 这最初一念 这样 这个心 我们就成为它 制成心 守了自己 闺蜜阿弥陀佛了 那当然 这个是制成啊 不仅嘴上这样讲 心也是如此 这是制成心 即使真心 决定不动 这个真心 如果动摇了 那就不好了 就这个真心 就这个真心本体 决定不动 那这个时候呢 转明身心 我们就可以 称明它为身心 即使决定 真实决定之心 真实的 决定的 这个心呢 相续 趋向于净土 往净土奔去 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就称它为 回向发愿心 所以转明 就是名字不断的转变 还是一个心 像仁亚 小的时候 我们叫他 二代 小明 长大了 读书了 取了这个学名了 学名然后出家了 又发明了 这名字又改了 其实还是他 这个心 是一个心 在不同的音缘下 名字不一样 这就是说呢 比如观经 观经书里边 这段话是在三星室里边 上大大说的 决定真实心中 回向愿 那么所谓决定啊 就指身心 不动乱 不动摇 所以真实心呢 就是指的至成心 回向愿 就是回向发愿心 所以上大大师呢 是把解释到 回向发愿心的时候 是把前面两种 捏在一块说的 所以三星呢 只是归佛愿生 之一心 那么捏在一起呢 当然就是一个心啊 就是归佛愿望生 前则去后 后比射前 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心发起 从前面 它一定去向于后面 它才完整 不然就夭折了 说前 一定要去向于后 那后面 前去向什么 就是至成心 要去向于身心 决定了 就是成为身心的 身心还要去向 回向发愿心 相续的方向 就是回向发愿心 后则射前 什么叫后则射前呢 身心一定是至成的 如果身心里面 不包含至成心 那叫什么身心呢 那假的还有什么身心啊 真假都没有了 谈不上身前了 就是这个身心 是两种身心 这两种身心 比如基身性 是决定真实心中 身心自己是这样的 我们是真实身心这一点 那么法身性 决定生命 阿弥陀佛四十八变 也是真实的这样的信受的 所以决定心里面 就包含了至成心 那回向发愿心呢 就包含前面两种 至成心和身心都有了 所以讲 决定 这个真实决定心中 回向发愿 那如果你是虚假的 如果你是这个浅的 不深的 就谈不上 所以到回向发愿心的时候呢 就稳定了 那么下面说他的体相用 此归佛愿生之一心 讲归佛愿生嘛 我们讲一心 就用一个名词来说他了 你就归面阿弥陀佛愿往生 就这一条心 这就通工都包含了 乐器体性 真实不虚 所以呢 从体性来讲 叫真实心 乐器相状 怎么讲呢 决定不动 不被动摇 所以从相状来讲呢 叫身心 乐器作用呢 乐器利用 它的这个作用 是相续 去向愿生 拼命为期 所以这个呢 就成为回向发愿心 那关于这个呢 大家可以配对 二合白道誉 善导大师 对这个人 上了这个 二合白道 他的心理的路程的描述 就有 至成心 身心和回向发愿心 至成心就说 哎呀 我在这个地方 去也死 住也死 我在这里是肯定死路一条了 这就积身心 就是有积的这种感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不如顺这个道而过 那这就是舍己归佛嘛 这就是至成心 上了道了 这就出着这一念 第一步踏上去 那什么叫身心呢 刚上道之后 后面有人来喊他 忍者回来 我等对如正无恶心相向 如果你你看这个 贪神随火二合很猛利 你要走 就会掉下来死掉了 你回来吧 回来吧 虽闻此语 亦不回顾 不被他动摇破坏 这就是身心 然后念念无疑 寻道之境 直向西方 这就是相续 回向发愿心 所以他都是有次序的 解释这个比喻 非常巧妙的 那么下面说到对峙 从对峙的立场上 来说明三星的表述 各有不同 为了对峙虚假心 你愿望生总不能虚假 为了对峙虚假 就首先讲真实心 那愿望生不能够浅 动摇动乱 为了对峙 疑惑心 所以就讲了身心 那愿望生 愿望生是我们的 改变目标 所以为了对峙 不回向发愿心 就说回向发愿心 这是针对不同的侧面来讲 他每一个侧面 都有他对峙的功能 就任何东西都可以这样 都有不同侧面的表达 下面是要说明 前面是从四个方面 说明了三星的表述 不同 但其实是一个星 下面说明了 众生和佛 这两边来讲 各有三星 而且是佛的三星 打动了我们 感染了我们 众生才有三星 有此三星 一一 一一就是制成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每一个每一个 都可以从佛 及众生 两方面来说明 而且佛是来源的地方 是本源 凡夫哪有制成心 身心回向发愿心 那么探求 何求其本 来自于阿弥陀佛 先由佛心 真实 决定 发愿回向功德 给 罪障凡夫 欲救一切众生 往生彼国 就是佛来救度 我们众生 是真实的 是决定的 是回愿 他的功德 给我们的 那我们众生呢 随身的佛 这种三星 然后我们呢 被说佛所感动 而归向于佛 所以凡夫归佛 即凡心而佛心 虽然我们原来是凡夫 这个凡夫的贪婉的 杂毒的 这个 必恶的这种心 但是我们归于佛之后 这个凡心 跟佛心成为一体 就这样才说呢 制成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那么佛这三星 说在哪儿的地方 经文里边 倒没说佛一者 制成心 因为对佛来讲 这些不用谈了 就是凡夫没有这个 才跟你讲 制成心 身心 回向发愿心 那佛的心 金刚不坏 这个当体成就的 那如果从经文来说 就第十八愿 法藏比丘说了 弱不生者 不取真诀 这就是三星都在里边 你看这个多真实 多么制成 求你往生 你要不往生 不能救度 十方中心往生 我都不成佛 这制成 同时这个是 决定不动摇 假使身指诸苦独中 我行精进 忍中不悔 我一直修行 永远不成佛 一直修行到能够成佛 然后为谁成佛 为你成佛 为我们的往生而成佛 这回向功德给我们 所以令住众生 功德成就 他所做的 所发这个愿 点点滴滴 心心念念 是为了救度我们的 你十方中心 如果你不往生 我不成佛 是用他的正觉功德 回向给我们 让我们去往生进土 那么这个回向给我们 愿我们去往生的心 是真实的 是决定的 是深切的 永远不改变 所以佛本身 他具足这样的一个三星 然后呢 我们凡夫闺蜜阿弥陀佛 你才有这样的三星 相应的 所以我们的三星可以讲 这个三星它的来源 它的本体 来自于阿弥陀佛这边 所以这个就是佛心了 佛心也就是佛的意思 佛具有这样的心 我们本来没有这样的心 我们本来就愿意在 五欲六成里边打滚 这个轮回 是阿弥陀佛 音终发愿 古葬的名号 不仅自我 也 还有十方诸佛 不断的呼唤 感染我们 打动我们 我们的心像大石头一样 根本就不用震动 跳动不起来 慢慢的 很硬的 让我们的心活了 把这个心 你恢复过来 所以这个心完全是佛心 我们生下来 不管今生还是前世 以我们本身来讲 想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 没有 一样好吃好喝 好名利 这是我们本来讲 所以阿弥陀佛 你要来往生 你要来往生 通过这个祝福 这个出家众 师父 历代祖师大德 经文 这样的经文 那样的经文 种种情况 呼唤我们要往生 一般还没有呢 听说往生 往生干什么 求求阿弥陀佛拜一拜 发发财 发电财 求世间的福报 保保平安 往生就算了吧 不用去了 你看佛的本意 是互换你 他哪有怨生心啊 没有啊 哎呀 怨往生了 这个怨往生 这一旦发起来 它是佛的心 来到你的心中 你才怨往生的 那这个怨往生心 是真实的 是深切的 那更是佛的心 来到我们的心中 所以大家要了解 这个心是很宝贵的 很珍贵无比的 不要以为这个 无所谓 那我曾经打这样的比喻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老人家 就喜欢在乡村里 儿子在城里发财了 你想接老人家 到城里去住 他不愿意去 那家儿子总之脚很孝心 不断地说 那你来吧 我们要好好照顾你 好吧 你讲这么多 我就去吧 所以他本身没有这个心 所以这是儿子的心 他去了 有时候父亲对儿子 也是这样的 他儿子 他本身根本就不想上学 父亲讲来讲去 那你讲一样啥 那我就读书吧 不然我为你读吧 我就遇到 我一个表弟 他小时候不愿意上学 我的姨父老是让他上学 好 那我就为你上学吧 他自己是为他爸爸上学 所以他上学的心是他自己的吗 是他父亲 是他父亲的心 那我们就 阿弥陀罗喊 好吧 我就为你往生一趟 你不就这样的吗 愿意去往生了 我们懂得这一点 就是知道我们这个心的来源 它是亲近的 它是坚固的 它是真实的 它是决定的 所以只要愿意去往生 没有不往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佛心到佛的地方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凡心 如果我们一向情愿 单相思说 我愿意去往生 我们往往 这个都是理解说 我愿意去往生 不知道阿弥陀佛 他答应不答应 这个你就是没有源头了 就不知道是佛的心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样 你就是单方面在那里想 就切断了源头 这个你就心中就没有底 下面看 这个巨足三星的状况 所以巨三星得必得往生 若少于心则不能往生 那怎样巨足三星呢 有什么样的情形呢 有两种情形 这个横距三星和树距三星 横啊就是讲 所以横就是不经次地 同时顿距三星 这叫横 比如这一棵 一棵树在这里 你刀横下 切下去 一时断了 这不就是横吗 那树呢 从这个从下往上一节节节上去 这就是树 所以讲横就是没有次地的 横超 横断 那么树呢就是有次地 先具足真心 真实的 但是虽然真实还在那里 很稚嫩 很幼弱 很容易被人家动摇 这时候兼顾他 哎 通过善知识的引导啊 哎 稳定下来了 他归佛是真的 这个人 但是还有可能动摇 这时候善知识一讲 然后哦 那么剧足身心了 那身心决定之后呢 相续 去向净土 那么在半路上不会退 不会动摇 不会退多下来 那就去具足相续心 就回向发愿心 这是由时间上的前后次地关系 叫数据 又有智据三星 行据三星 由智慧理解三星的文具意义 而发起三星 这个呢 称为智据三星 三星善导大师解释的 有很多文具 像我们这两堂课啊 我们都在那里讲 或者是看书 或者听闻 心中相应 这个还有的反复思维啊 好长时间啊 半年 一年啊 好几年啊 还有中人 不知三星之文 不明三星之义 这些老太太 大致认不了几个 你讲什么三星啊 不能讲三星 我念佛教一性啊 哪能三性 你想不想 马上我去跟佛人 他妈妈讲 他妈妈肯定要说你 诶 师父啊 念佛哪能三性啊 这一行啊 他都让我们一心了 他这个就是好啊 就不知三星的文具 也不了解三星的意义 一向念佛之中 自然具足三星 他心里信心满满的 饱饱的 他往生一定的 他自然具足了 念念称名 知道往生一定 这个叫做行具三星 在行持当中 自然的具足三星 这是很多 那些老太太 几乎都是这样 那么下面说呢 具足三星 它的 作用 具足三星不退短 一旦具足三星 自然不退 为什么呢 佛的慈悲回向 因为这个三星是佛词 佛的慈心回向给我们的 佛力助持故 一旦具足三星 有佛的力量 身心嘛 身心阿弥陀佛的愿力 称佛愿力嘛 佛的力量 会助持在我们心中 佛光摄取之故 一旦具足三星 念佛 佛的光明 摄取我们 身佛一体故 具足三星 就是凡心佛心 成为一体 身和众生和佛 成为一体 那么一体 你怎么会退多呢 你退多往哪退多 佛就给你一体了 诸佛互念故 这个也不允许退多 诸佛互念 德不退转 于阿多多罗三分三菩提 所以这几个 列了这几条 就说明他不退的理由 所以上导大师也说呢 蒙光处者心不退 又说心弱金刚 那金刚就是不被破坏 那如果说征途退转了 可知当初就没有具足三星 你退转了 一股剑 当初没有三星啊 假的 或者是浅的 或者说不相续的 这也是文具 我们读经文呢 一定要用心来读 就文具读完之后 你要用你的心来理解它 这个怎么叫不退 你比如说 制成心 那么你具足制成心以后 你退掉了吗 那说明当初是假的 那制成心怎么能退呢 一旦你归佛 我舍己归佛是制成心 我归了佛 就归佛了 你后来你要退了 你去学外道去了 那你怎么能说你是 当初怎么能说你是制成心 谈不上嘛 这舍己归佛 我就真的归命阿弥陀佛 那身心 身心怎么能退 身心就是决定不改的心啊 不会动摇 不被人家动摇 破坏 动乱 这个才叫身心 结果你自己 人家不来动摇破坏 你自己退掉了 你还叫什么身心啊 这根本谈 人家来动都动不了 你自己还动掉了 那就不叫神心啊 那回向发愿心呢 回向发愿是相续 去向进土的心 他更不能够退了 不然就不能叫做回向发愿心 没有相续 没有去向那个目标 所以从这三个心的 林称来讲 他也是不退的 不过也有人讲啊 这个说 你凡夫嘛 凡夫的心总是容易变的 你一旦居住三星 也有可能退 那不过这个虽然退呢 是暂时的偶尔动摇 晃一下退一下 逐渐的 还是要转过来的 不过以我的理解 还是不退的 我个人这么理解的 那有退的不能算 下面呢 说三星的体 三星之体就是名号 这一颗 先引用 善导大师的 这一段文 这一段文是非常著名的 言拿摩者 即是归命 亦是发愿回向之意 言阿弥陀佛者 即是其行 以思意故 必得往生 这是最有名的六字式 解释拿摩阿弥陀佛的 所以是不是祖师 你就看这一段话 如果不知道 这是谁讲的 看这段话就知道 这是谁讲的 这个人是祖师级别的 最起码 这样一段话也拿出来 就知道他这个解释 非常大的容量 就简简单单 简简单单的 这几十个字 把阿弥陀佛六字名号 解释的非常圆满 而且容量特别大 你不管怎么去读 后人再怎么解释 你只要回到这个地方来 回到这个根 你才可以得到落实 而且相应 相应 互相的能够照应上 下面的示意 就对这一段文 在简略的解释 归命 即是至成心 身心 都归命了 舍己归佛 这是至成心 那归命阿弥陀佛 这个归命当中 就含有两心 发愿回向 就是回向发愿心 能归能愿 即是拿摩 什么叫能归 就是能归的 归命的心和能愿的 从这一方面 众生这一方面 就属于能归的和能愿 那就属于拿摩 拿摩者就含有这两个意思 那么所归所愿的 这个目标方向 归的对象是什么 你愿哪个目标 这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讲到能所是一体的 所以是不能分开的 有能必有所 有所必有能 能所一体 成为一句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能所里面就有 能就是三心 所就是阿弥陀佛 即是其形 那么能所一体 三心全体就是 拿摩阿弥陀佛 这六字名号 这也是语言文句的 根据字 文句的意思来解释 三心即是名号故 所以经文说 聚三心者 必生必国 那经文有这 观经里面有着 两句话 八个字 说聚三心的人 必生阿弥陀佛 净土 那么根本的原理在哪里 因为三心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名号 那一和而之呢 善亚大士解释在这个地方 那三心本来就是 阿弥陀佛 名号 三心就是 什么叫名号 为体 就是我们这个三心 是南无阿弥陀佛 六个字所做成的 这叫为体 就这个馒头 馒头是什么 是面粉为体 面粉做成的馒头 那你馒头跟面粉 还能区别吗 吃下才能饱啊 那你这三心 是什么做成的 六字名号做成的 我们才能说 凡心就是佛心 它本来就是佛的名号 功德 成为我们的三心 三心的 你才能讲 至成 身心 回向发愿心 所以这个必得往生 那不往生 不可能 六字名号成为三心的 还能不往生 那不可能 好 我们这集课到这里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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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